凡席快递箱可以做什么手工呀 可以做成这样的桌面留言板呀 哇 好实用啊 难吗 就三个动作 你要是学不会 我老板给所有粉丝写暑假作业 从快递箱上剪一块大的硬质板 沿着长和宽各件两个长方形做边框 把长方形折三下 两头剪出斜角 贴在大纸板上 随便装饰一下 也可以写一些近期的计划和安排 将将好看的桌面留言板就做好啦 所以你哪来那么多纸箱呀 这是德邦快递定制的毕业季纸箱 这不快毕业了嘛 我妹妹行礼一大堆根本搬不动 刚好德邦快递有个毕业季活动 系快递超级划算 还有快递小哥上门搬行李 啊 那我搬家也可以叫德邦快递帮我吗 当然可以啦 搬家一样上门取卷哦 真的吗 你可别捋我呀 真的 不过现在快来帮我妹妹打扣吧 德邦毕业季 为青春打扣 哇 白希这个拖手手链好好看呀 这是我用这种小皮筋做的 这个是不是和上次的手链不一样呀 对呀 这是另一种方法 手传挡都能学会 准备两根筷子和几个小皮筋 第一根皮筋交叉套在筷子上 第二根直接套在筷子上 把下面的皮筋像这样拉上来 再交叉套第三根皮筋 第四根皮筋还是不交叉 像这样套上去 然后把第三根皮筋拉在第四根皮筋上 最后把下面的皮筋也拉上来 就这样一直重复 做到手链的长度就可以把它拿下来 像这样打结寂静 好看的头身手链就做好了 还可以把它做成钥匙扣挂件 哇 好好看呀 我要给我闺蜜做一个 哇 白希这个瓶子好好看呀 喜欢吗 我教你呀 啊 难吗 就三个动作 你要是水不贵 我老板倒里搬跟头 准备一把过期的米 用水彩笔或者色素染一下颜色 倒进准备好的小瓶子里 再写一张心愿纸条 偷偷塞进去 将将好看的彩虹心愿瓶就做好啦 哇 好好看呀 我要给我闺蜜做一个 天哪 为什么这些女爱豆长得好看 连颅顶都这么高呀 太羡慕了 哎呀 其实大部分女明星的颅顶没有这么高 这些高颅顶都是发型师做出来的 啊 怎么做的 教你三种小菊都在用的颅顶增高法 让你的颅顶像女明星一样又高又洒 一 洗完头之后头发向下用吹风机吹干 这样吹干的颅顶会比平时高出一倍 最后用护发精油顺一下发烧 把碎发抚平 如果没有时间洗头 你就准备一把这样的尖尾书 像这样画第一次分发缝 这也是小菊最常用的方法 再有的头都可以把颅顶增高 用精油顺一下增加头发的光泽度 三 这个方法最省事儿 睡觉之前把头发全部攒在头顶上 这样可以增加发根的支撑力 不需要花时间打理 颅顶就是天然蓬松的状态 最后还是用精油把头发抚平 不用担心精油会把头顶压塌 我用的这个湿滑扣柔光小方平 它是轻盈版摩洛哥油 非常容易吸收 还不会油腻 淡淡的无花果味道 清新草本超级治愈 柔顺发丝的同时 还能给头发增加光泽感 轻轻松松就可以做出女团同款高度顶 哇 好神奇啊 我要给我闺蜜做一个 哎 凡系有博主说用普通皮筋 就可以把直发变成卷发 那我们今天就来试吃吧 把头发一分为二 扎成两个马尾 每隔一段距离加一根皮筋 把它拉松一点 卷度会比较自然 最后用吹风机对着马尾吹热风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样好看吗 哇 好好看啊 我要给我闺蜜卷一个 凡系粉丝说她期末考试没有考好 课位一句都记不住 那我教你哈佛大学教大家的 提高记忆力的方法吧 让我们提高记忆力的同时 还能开发自己的大脑潜能 一 闭上眼睛吃饭 阻断视觉信息 二 用左手写字或者画画 锻炼右脑 三 左手画圆 右手画方块同时进行 激活大脑潜能 四 增加咀嚼次数 提高脑部血流量 坚持锻炼 你就会发现你的记忆力越来越好 哇 我这就让粉丝试一试 好烦啊 为什么别人天天玩手机都能考好 我每天熬夜还考成这样 有很多手机软件都是可以帮助学习的 你不知道吗 啊 真的假的 对呀 学语文用纸条 学数学用洋葱 学英语用百字斩 学政治用学习强国 学历史用全世界 学地理用苗董初中米刚高中 学物理用赛学霸 学画声用原体库 合理的运用软件就可以有效地学习 妈妈再也不会没收我们的手机了 哇 我要叫我闺蜜一起用 凡系有没有特别一点的盲盒呀 有啊 那我们今天就做一个水果派盲盒吧 啊 拿吗 就三个动作 你要是学不会 我老板倒立吃榴莲 准备一张卡纸 在宽的这一边贴上双面胶 顺着双面胶的边折一下 再顺着折痕对折 这样贴起来 最后找一个圆形的东西 在两头画上弧线 剪掉外边 再顺着里面的弧线 划出折痕 顺着折痕这样折进去 水果派盲盒就做好啦 哇 好好看 我要给我闺蜜做一个 水水 吃薯片吗 吃完还要洗手 算了 我不吃了 那我教你自制这个零食抓取器吧 这样吃完就不用洗手了 啊 拿吗 就三个动作 你要是学不会 我老板给每个粉丝买包薯片 去奶茶店 要一粗一细的给吸管 把吸管的一头剪出四根爪子 再这样直立下 用胶带贴一下这个地方 像这样放进粗吸管里 然后在相同的位置剪两个洞 用小皮筋穿进去 寄进 看 这样一按小爪子 它就会自动抓取零食了 哇 好神奇啊 我要给我闺蜜做一个 凡西有没有不是方方正正的盲盒啊 有啊 那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六点型盲盒吧 啊 难吗 就三个动作 你要是学不会 我老板给每个粉丝发红包 准备一张纸 像这样最折对折再对折 两边折出折痕 再顺着折痕剪开 用双面胶粘成六边形 最后再把两头封口 这样六边形盲盒就做好啦 哇 好好看 我要给我闺蜜做一个 哎 凡西有没有适合拜年的发型呀 有啊 这个迪士尼公主发型 又喜庆又洋气 保证你过年回家长辈们都抢着给你塞红包 在耳朵两边画一道发线 把发线前的头发拿出来 编一个麻花辫 然后用手轻轻地扯蓬松 一定要揪住固定的一缕头发扯 不要像这样带一点碎发 这样扯出来会很乱 扯完之后用皮筋把所有头发脏成一个低麻尾 戴上红色发夹或者发菇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是不是特别讨喜 哇 这也太好看了 我也要扎一个 凡西 浇水借我用一下 啊 我没有浇水耶 啊 那怎么办呀 那我教你用鸡蛋自制浇水吧 啊 浇水还能自制 对呀 就三个动作 你要是学不会 我用502把老板的嘴巴沾上 准备一个妈妈的奔鸡蛋 把蛋清放在碗里 再倒上相同分量的洗衣液和洗碗精搅拌均匀 再放一点姐姐的眼影进去 不拎不拎的鸡蛋浇水就做好啦 你试试 哇 这个好好看呀 我要给我闺蜜做一个 凡西有没有超级简单的盲盒呀 有啊 这个盲盒超级简单 我老板都能学会 啊 真的假吧 就三个动作 你要是学不会 我让老板解垃圾吃 准备一张卡纸 在宽的这一边贴上双面胶 沿着双面胶的边对折再对折 再把这两边折进去 沿着虚线剪开 在这个地方画出你喜欢的图案 用小刀刻出虚线 把卡纸的头尾贴在一起 最后用双面胶把两头粘起来 一个超简单的斯拉盲盒 哇 好好看 我要给我闺蜜做一个